很遺憾發生這種事情 在今天5點505分的時候 發生總共有18位大人跟小孩 是3位小孩5位大人 這個一氧化碳中毒 基本上這個游泳池是採取密閉式的 那因為採取溫水游泳池 所以為了保持溫度 所以說就採取密閉式的 造成疑似一氧化碳外洩 這個部分詳細的災害造成原因 還要進一步再調查了解 目前了解起來 所有的傷者都還意識很清楚 那分別轉送不同的醫院來緊急抢救 城大12位 新樓3位 安安醫院3位 那麼現在的這個狀況是意識還算清楚 那我們將來台南市政府 除了請消防局 衛生局 緊急來這個啟動大批傷患的 救護的體制 機制之外 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往洋火牢 這個地方 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 還需要調查 但是顯然的 很多人是在 一氧化碳濃度過高 或疑似一氧化碳濃度過高的情況下 這個受傷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啟動學校 還有衛生局 對於傷者 所有的傷者 他的癒後 多加關心 加以幫忙 第二個 要亡人補牢的方式是針對所有的地方 營業場所 它是不是有這個裝設 營氧化碳濃度的警報器 因為這個地方今天可能發生在游泳池 明天有可能發生在餐廳 或其他使用鍋爐的地方 所以我們還是要加緊的 去要求所有的營業場所 要裝設好相關的必要的預警的裝置 那我們希望說 今天我們祈禱 也希望說祈福 希望說今天沒有發生嚴重的災害 也希望說 所有的傷者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復原 他們家庭或說需要說幫忙的部分 市政府絕對是要啟動所有的機制 來加以 社會局跟教育局來加以幫忙 來加以 社會局